HELLO 大家好 我是苦心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相信應該很多人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待在家裡的 那待在家裡要幹嘛呢? 除了工作以外 那沒事的時候 我其實基本上不是吃就是睡 中間可能會滑手機或是上網研究一些妝容 或是看小說等等的 那在做這些休閒活動的同時呢 不能缺少的就是零食 我應該算是零食吃得比正常還要多的人 所以呢今天這個影片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幾樣 我在家裡非常愛吃的零食 而且這些都是我覺得非常帥脆 會一口接著一口停不下來的那種 先說以下我分享的這些零食跟餅乾 是沒有任何制度的喔 那當然看完這一集 如果這個反應很好的話 我也是不排除當一個美食部落客啦 也希望零食廠商可以盡情的贊助我 或是找我制度沒關係 好那現在就讓我來跟大家一一的開箱 然後分享這些口感 應該累的開始分享好了 最近讓我一口接著一口吃的 就是這一盒 這一個餅乾呢 它是馬鈴薯薄餅的原味 它還有分其他口味 但是因為我只喜歡吃它的原味 我覺得在家囤了蠻多盒的 已經吃完只剩兩盒了 它裡面是有這樣子一包一包的獨立包裝 總共有十包 打開裡面它是有五片薄餅的 我覺得這個馬鈴薯餅跟之前我吃過的一個 叫健康日志的法式薄餅 吃起來蠻像的 只是我覺得它這個的口感再更扎實一點 我看它成分裡面它有寫說 它加了大蒜洋蔥還有鹽跟醬油粉 這些都是我平常很愛吃的香料 大蒜跟洋蔥都是我的愛 所以呢 這款品餐吃起來是比較重口味的 而且它比較鹹一點 它的這個蒜味真的算是蠻濃的 馬鈴薯的口感是真材實料 就是吃下去你真的會覺得它用的馬鈴薯 是一顆上等又高級的馬鈴薯 三兩下解決完一包 但是因為我們後面還有很多零食要分享 怎麼辦 我覺得我拍完這一集應該 我肚子會飽死 好的 接著我們來分享第二樣餅乾 就是這個 叮叮叮叮叮 這個是我最近的愛 就是我在疫情期間 因為自己上網在那邊亂網購 我發現到了蜜糖 它真的很好吃耶 我一次買了五包 因為它有買五松一 給大家看一下 這包是已經被我吃到只剩三分之一 它就是地瓜片 上面裹著麥芽糖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 以前不是有那種 上面是灑白色糖粉的地瓜片 那種我也很喜歡 只是就比較不會想一直吃一直吃 因為就覺得吃覺得太甜 但這個不會是因為 它的這個麥芽糖的分布 其實是 它很像是灑上去的 它不是一整片這樣裹著 你在吃的時候 你偶爾吃到這個麥芽糖 你會覺得哇 甜甜的好幸福 但是你又吃到旁邊 沒有裹到麥芽糖的地方 就會吃到它是原味的 不會讓你覺得 喔怎麼這麼甜 怎麼膩 其實它就很像是 拔絲地瓜的感覺 拔絲地瓜不是也會淋那個麥芽糖嗎 真的會一片接著一片吃下去 如果投胎可以選擇 要剩下哪一種家庭的話 我就會希望我家是賣零食的 像是健達或是豆瓣啊那個 就可以巧克力或零食吃到包 接著我們來分享第三樣零食 就是這個雪Q餅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網友說 這是他做的 然後想要分享來給我吃吃看 然後我就說 喔好啊可以啊 結果一吃之後 我馬上再跟他回購10包欸 打開一下 那個女生有跟我講說 他這個包裝做的比較簡略 是因為他才剛起步 等那個包裝設計好之後呢 他會再寄給我 這兩包呢 他分別是不同的口味 一個是原味 一個是巧克力 我先拿出來給你們看 他也是這樣子 那一小包一小包的獨立包裝 這個呢是巧克力口味 另外一種呢是原味的 原味的他裡面有添加蔓越莓 我媽是非常喜歡吃原味 啊我呢 我是兩個都喜歡 先從原味的開始分享 他吃起來的口感是有點像千層酥加牛軋糖的感覺 就是他咬下去呢也是很有層次感的 那為什麼他叫雪Q餅呢 就是因為他吃起來是有點QQ的 咬一口 嗯 有沒有看到他就是這樣子 一層一層的 但是他吃起來又不會像牛軋糖這麼的硬 因為你知道有一些太硬的東西啊 你咬久了嘴巴會很酸 但這個不會 我其實不是一個非常喜歡吃蔓越莓的人 但他這個蔓越莓搭配這個雪Q餅 還有他這個白色的醬 居然意外的搭 我上網查了一下 這個女生說他做的是低熱量的鹼糖配方 所以他吃起來也不會很甜 也很適合配著茶吃 所以如果家裡有長輩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很適合讓他們 當作是一個下午茶的點心 看一下巧克力口味的給你們看 巧克力口味就是很巧克力 吃起來的口感一樣 只是我覺得他巧克力很好吃 不是那種很苦 也不是過於甜的巧克力 我覺得他吃起來是有點像 巧克力口味的乖乖 你們有吃過嗎 味道蠻像的 就是他的巧克力是自己煮出來的醬 然後這樣淋上去 不會過甜 但是又有巧克力的香氣 這兩個口味我都是交替著吃 我可能吃完這個就是接著吃巧克力 然後吃完巧克力再吃原味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喜歡多種口味的人 我如果單一吃同一個食物吃太多 我會覺得很容易膩 吃了好多東西好渴 天啊我這樣吃是不是太胖了 這時候一定會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我這樣吃都不會胖 欸說真的 那是因為我現在要拍影片給你們介紹 所以我才會這樣一直吃一直吃 那我平常是非常少量多餐的 那我算是一個超級小鳥味 而且我可能吃一點點我就飽了 只是我會很容易肚子餓 所以我才會常常嘴餐啊 就需要吃這些小零食 好那我們接著來介紹下一樣 下一樣呢比較特別就是牛肉乾 金門特產高坑牛肉乾 這個牛肉乾呢也有分非常多的口味 好像有什麼高粱酒跟辣味的 還有很多其他的我有點忘記了 不過我最喜歡吃的還是原味 我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吃牛肉乾 像我呢是還好啦 但因為這個牛肉乾的味道我真的很喜歡 它也是比較蠻重口味的 它的牛肉乾是這樣其實真的蠻大便的 說真的我最喜歡吃這種牛肉乾的小穴穴 因為它吃起來是非常軟的 有些牛肉乾很硬你知道嗎 咬起來嘴巴就會覺得很酸 這種小穴穴真的是最好吃欸 它其實它有出一小包一小包的隨身包 我之前買過 但是我覺得它裡面那個牛肉乾 把它弄成一小塊小塊吃起來的口感 就好像沒有這個大片的那麼好 吃乾淨之後 拿出一片跟你們分享 為什麼會覺得它很好吃 那我在吃這個牛肉乾的時候呢 我不喜歡一次這麼大片 食物呢就是要小小的 才會感覺它精緻可口 如果它一次這麼大 或是一次份量很多 我就是一個有這方便怪癖的人 我都會把它撕成這樣子小小塊的 然後慢慢享用 為什麼會說這個牛肉乾很好吃呢 有一些牛肉乾吃起來會非常的乾 而且很硬 它一咬下去啊 它的肉汁是感覺還鎖在裡面了 吃起來是有一種甜甜的 又鹹鹹的感覺 如果你是喜歡喝酒的啊 我覺得它也可以直接當下酒菜 它唯一唯一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就是 你這樣剛拆風吃的時候是最好吃的 那你可能放到第二天第三天 你這樣打開多少那個空氣會跑進去 那你吃到最後面呢 你剩下的牛肉乾就會因為已經接觸到空氣了 就會變得比較乾一點 所以呢 我們盡量就是 一天內就把它吃完 因為反正我們家有三個人嘛 所以其實我們吃的速度就很快了 大概一天半或是兩天就可以把它吃完 那喜歡吃牛肉乾的朋友 你就可以去買這個牌子來吃吃看 下一樣也是我最近很愛吃的 小攀蛋糕房的鳳梨酥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 這個呢也是我最近才吃到的 就是我弟弟介紹給我的 他一直跟我講說天哪這個鳳梨酥真的超好吃 叫我一定要吃吃看 我原本其實不是一個很喜歡吃鳳梨酥的人 因為我不喜歡吃酸的東西 有一些鳳梨酥它是比較古早味的 所以他可能裡面包的餡是那種土鳳梨 吃起來就會很酸 那種我就真的比較不是那麼喜歡 打開也是這樣子一包一包的 小小一塊 我先把它咬到中間給你們看內餡 內餡呢你可以看到有一個比較深的黃色 跟一個比較淺的黃色 中間這一個比較深的黃色呢是鹹蛋黃 外面呢就是鳳梨 為什麼我會喜歡吃這個鳳梨酥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吃起來其實是有點像流沙包的口感 他的鳳梨也不會吃起來很酸 反而是吃起來有點鹹甜鹹甜的感覺 那我個人超喜歡吃流沙包 他這個鹹蛋黃搭配鳳梨完全是非常的搭 外面這層餅也是有濃濃的奶香味 如果你跟我一樣不喜歡吃太酸的東西 但你又喜歡吃鹹蛋黃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吃吃看這個鳳梨酥 接著我們來介紹甜點類 已經被我偷吃好幾口了 有關注我的人應該都知道 我很常在限時動態分享這一盒玉泥蛋糕 我之前二手拍啊 或是有些活動的時候 我也有帶好幾盒去分給我的粉絲吃 他們吃完之後也都愛上還會回購 他的玉泥吃起來非常的綿密 而且不會很甜 他這個玉泥啊是真材實料的玉泥喔 這沒有添加防腐劑的 所以這一盒玉泥蛋糕呢 大概只能冰個三天 最上面那一層是玉泥 中間是鮮奶油 下面那一層是海綿蛋糕 這樣的一個搭配 除了玉泥以外呢 我也要大力推薦他們的鮮奶油 法國的純動物鮮奶油 所以吃起來呢 不是那種很膩會很反胃的那種 如果阿公阿嬤生日啊 我也都會跟他訂蛋糕 因為他家的玉泥真的太好吃了 如果你也是玉泥控的話 你一定要吃吃看他們家的玉泥蛋糕 吃起來真的很綿密 上面還有加這些花瓣 這個花瓣是可食用的花瓣 他整個做起來呢 是非常的天然 而且不會傷害身體的 其實他也不只有做玉泥喔 像現在還有季節限定的芒果 他也有給我芒果盒子 他們家的芒果也是超級甜的 我只能說我這個朋友他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都是自己研發出來的 非常講究健康 不會添加任何的人工的東西 或是防腐劑 你吃了也不會覺得對身體有負擔 因為我已經不會見過他太多次了 所以我朋友現在生意非常的好 如果你們想要訂購的話 可能也是需要太多 接著呢來分享最後一樣甜點 這也是我很常在限時動態分享的 肉桂捲 這個盒子上有教你可以怎麼料理它 肉桂捲很方便的地方在於 他可以用烤箱烤 也可以直接用微波爐加熱就可以吃了 烤箱烤的話吃起來是會比較酥脆的感覺 用微波爐加熱吃起來是比較鬆軟的 那我基本上都是把它放在微波爐 加熱個30秒至1分鐘就可以吃了 因為我是把它冰在冷凍庫的 所以大概給他1分鐘的時間 好的已經給他加熱完畢 要小心盤子會燙 它還有醬料可以擠在肉桂捲上 這個是姿勢糖霜 然後這個是海鹽焦糖口味 兩個口味我都非常喜歡 甚至我還會直接拿起來擔心 那在開動之前呢 你就可以先擠上這個醬 彷彿上天堂 它的麵包用微波爐加熱之後 吃起來是非常鬆軟的一個口感 真的很香 你看它還在熱呼呼的冒煙 好吃的這個口味呢 它是裡面有加了蘋果的 就是真的有這種蘋果丁 裹著肉桂醬 一點都不輸外面咖啡廳賣的肉桂捲 時不時的想吃甜點的時候 我就會去加熱一顆來吃 在家也可以享用像咖啡廳般的下午茶 真的因為現在疫情的期間啊 我們一定要對自己好一點 在家能盡量的享受 盡量的吃就吃吧 好啦以上就是我分享 我最近非常喜歡吃的 零食跟甜點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跟我分享 你想要吃我介紹的哪幾樣呢 或是如果你有什麼 市場的零食名單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加開啟小鈴鐺哦 我們下次見 掰掰